自訂功能區裡面 這邊就會有一個開發人員 這個開發人員預設是沒有打勾的 那表示說 不過你想說老師那為什麼不乾脆直接打開就好 顧名思義因為到的很簡單 大部分人可能目前用不到 不過我在猜可能之後應該 後面的版本 因為我在看目前學習VBA的人 應該是慢慢越來越佔大多數 所以如果大多數的人都有這種需求的話 那可能它之後的版本 可能2020、2021的版本 它可能就會直接把它打開了 OK 不過後面的版本我在想說 會不會OBIS 因為它違反跟那個GVT 因為ChuckGVT 其實是違反把它買下來 它等於是背後最大的金主 那我在想說它現在很多產品都加一個什麼GVT 像搜尋引擎叫BIN 它叫BIN GPT 所以你們以後搜尋 以後就不要用Google 以後就用BIN BIN 加一個GVT 它搜尋得到的結果 就跟GVT得到的結果蠻像的 你們可以試試看 叫BIN BIN GVT 然後 以後的話還有什麼 MSN 它可能MSN GPT 那以後OBIS 我在想說 OBIS 會有個OBIS GPT 還有嗎 還有 還有啦 還有 還沒倒 只是說很少 你應該沒有用 但它現在新的Windows 11 它H裡面就是內線MSN 所以你可能沒有打開就會MSN 那MSN後面可能也會再加GVT 就讓你感覺 哇 這東西越來越跟AI 可以銜接的上 所以未來版本OBIS 我在想說會不會有加GVT 我在想應該也會 這一個趨勢 有什麼 有什麼 有GVT 它說要開那個 但如果要有一個空拍的 現在的名字叫空拍的 OK 所以 用途呢 它有哪些地方可以直接拿來用 可以問它怎麼邊寫GVT 沒有 這個GVT其實早就有 以前要付錢的 它會自己幫你寫程式 OK 所以 如果你們要寫一些VVA的程式 真的可以在那個Charge GPT 上面跟它問 說 請你幫我寫一個 下載什麼 那當然你要明確一點 下載什麼 外匯行情 或者是 下載台積電 什麼股價的程式 然後Enter 它真的會幫你寫 但我試過 它寫出來程式 可能還是自己要稍微看得懂 並且會稍微小改一下 還真的可以用 OK 所以其實這當然是一個開始 不過後來 後面延伸會怎麼樣 其實就可能在靜觀其變 目前的版本看起來 就是開發人員 可是開發人員打開之後按確定 你會發現 這個底下 打開這個 所以回去 你們可能如果對於開發人員 這個頁面完全不熟悉的同學 一定要先大概知道 因為後面我們很多機會 會用到它 其中用的最多的 就是這個錄製聚集 然後呢 聚集錄完的結果在這裡 當然如果你要看程式的話 這邊有VVA 大概是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將來要 比如說要在上面加一些按鈕 加一些什麼的話 那就在這邊插入 可以再做一些表單元件的應用 主要會有這幾個地方 那至於比較少用的 我們暫時就不會提到 如果你可能有其他需求 也許可以再提出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大概說一下 有關Excel的其他相關東西 所以後面的話 我們理論上就是 會 稍微再放大一下 所以 目標的話 其實很明確 第一個就是 函數 然後到VVA設計 然後第三個就是 錄製聚集 OK 錄製聚集怎麼錄 雖然其實沒有很困難 但是你只要有一點點 做錯了 很抱歉 這個聚集就不能用了 那就有BUG 所以要怎麼樣錄製一個沒有BUG的劇集 另外的話 有些程式不會寫 如何透過錄製聚集產生你要的程式 然後再把它放到你要放的位置 那不就可以湊在一起 就可以產生一個 讓你可以寫更厲害的VVA的延伸功能 所以我覺得錄製聚集這件事情 真的還蠻好用的 然後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 一些VVA的重要的使用技巧 那你說 到底程式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講 就是這後面的東西 變數 回圈跟邏輯 那其中尤其是回圈 你說回圈是什麼 白話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幫你 重複做那件事情 比如說你重複叫它做一千次一萬次 哪怕是一百萬次 因為現在電腦都太快了 大概都在不到一秒鐘的時間 就全部幫你做完了 所以你最討厭的事情 重複做對不對 沒有人喜歡一直重複做一樣的事情 卻是電腦的專長 第一個 第二個它的執行速度超快 因為現在CPU ROM的速度都超快 而且因為先進製程 有沒有 現在已經到五奈米了吧 三奈米了 甚至到一奈米了 我發現這個人很厲害 尤其像你晶片奈米越小 它最大優點第一個 執行速度真的快太多了 因為最近家裡買了一個七奈米的 哇整隻很驚艷 每個動作都非常及時 第二個 省電 它執行速度快應該很耗電 因為它奈米縮小了 所以它耗的電也變小了 OK 所以大概這幾個解決了 你會發現 哇這個先進製程太厲害了 所以以後的電腦 我在想說都應該會用比較先進製程 目前能夠做先進製程的 大概90%應該都是只有一個地方 只有一家公司可以做 90% 只有那一家公司可以做 市占率超過九成了 那一家公司叫什麼 應該知道吧 對 就台積電 所以在想說不得了 因為所有東西都要快 像再來電動車 電動車沒有人說 辨識慢一點 越快越好 不然撞到怎麼辦 一定要馬上知道前面的狀況 那要怎麼辦 要先進製程 最好是7奈米 5奈米 最好3奈米 1奈米 越小奈米 速度越快 而且又省電 對齁 而且說真的 這個也蠻佩服台積電的 因為我以前 二十幾年前 最大的是Intel 就是美國那一家Intel 它根本連台積電 一點都看不上眼 結果現在反而是顛倒了 你知道現在Intel的CPU 它用的奈米速還是10奈米 10奈米 可是台積電已經開始量上5奈米 而且Intel的CPU 我看它現在是10奈米 可是它還假裝是7奈米 它上面刮斧還寫什麼 7世代還是什麼的 反正它是10奈米 可是它就是要偽裝 有點像偽7奈米的感覺 OK 所以最近好像他們Intel 執行長就會敗掉 說你領那麼多錢 但是你新資層什麼都沒有東西出來 所以這個可想而知未來的消長 其實很難說 但我覺得說 不過有一個缺點 這是太危險了 因為它現在已經走在最前面 台灣走在最前面其實蠻恐怖的 因為前面有一些案例好像走在最前面的都不太好 像有一家都跟王雪紅有一點關係 HTC 它曾經也是市佔率很高 但它慕名其妙HTC好像慢慢消失在手機的舞台 有沒有 OK 因為它很強 有段時間 跟Apple差不多 跟三星差不多齊名 那為什麼不見了 OK 反正這都是題外話 後面其實就是說 如果你要學程式 為什麼要學 其實我跟大家 第一個 執行效率超快 而且這個快速只會越來越快 不會變慢 沒有人說 我現在用七奈米已經用得很棒了 我不要再提升了 沒有啦 只會 這種需求只會 怎麼講 沒有極限吧 還有你現在用到螢幕這麼大 你想說 這個應該是55吋 你說55吋已經大了 我不要再大 家裡 用100吋都不會嫌它大 對不對 所以這種需求只會越來越多 那可想而知 未來其實這東西還會再增加 然後 如果你要用程式的話 第一個重複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電腦它可以24小時不關機 但是你需要睡覺 有沒有 可是如果說你要 讓它不睡覺幫你做事情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把對應的VBA程式寫出來 OK 然後它就會時間到 就幫你執行 你說很困難嗎 其實不會 VBA裡面有一個物件 叫Application 這個Application 其實就是那個APP的縮寫 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On Time方法 那On Time方法真的太好用了 就是說它可以 像鬧鐘一樣 時間到就幫你執行一次 時間到就幫你執行 或者說你可能一個小時執行一次 一個小時執行一次 這個很簡單 只要把那個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你多久Run一次 或者是什麼時間Run一次 它就可以很快把它寫出來 這樣的話 意思說 你如果假設 晚上想睡覺 然後你就是把程式 如果你要抓美國股資料 因為它有時差 我們白天到晚上 我們晚上到白天 如果你剛好要抓美股資料 或者美國的匯率資料 你可以先寫好 然後時間到 它就自動幫你抓回來 OK 然後你甚至後面 你也可以自動幫你產生報表 產生圖表 甚至自動判斷 那如果假設有緊急的情況 趕快要賣 或者要決策的話 要不就是 設一個鬧鐘 緊急幫你叫醒 要不然的話 甚至你背後還可以寫 那個程式交易的程式 自動幫你交易就好 很多時候其實金融業很多都做程式交易就好 這樣的話人要幹嘛 你說很多人不是在失業嗎 我是覺得有些工作會失業 但有些工作會需要的 它只是說把你從這邊換到那邊去而已 人有消失嗎? 需求還是存在的 所以 這種需求 就是變得慢慢轉折而已 其他的話大概有這些 後面我們會陸陸續續再跟各位說明 再來的話我自己個人的簡介 因為我會開這個課已經開很久了 然後也是因緣際會 主要最早我是因為長期習慣 在網路上寫一些部落格的教學文章 就是分享有關 Excel的函數VBA相關的東西 那那個剛開實驗只是一個興趣 沒有特別 反正我習慣 我自己是寫部落格是給自己 方便看 那別人也可以順便分享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網路上就有很多單位就想說 找我開課 那我當然覺得OK的話 那我就 好吧 那就 所以陸陸續續在很多單位開過課 像理論上有哪一些我們來看 所以你Google查一下我的相關資料 其實還蠻容易找得到的 或者說你YouTube上面要找 Excel VBA的影片的話 其實也會找到非常多我以前上課的影片 所以如果你想學習的話 真的太多資源了 那 所以這個是我一些簡歷 那比較重要的是說 我自己之前有寫一些部落格 所以很容易找到Google 然後YouTube上面有很多頻道內容 所以假如說你回去有時間的話 不許你可以稍微找一下我剛剛講的一些關鍵字 然後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搜尋一下 其實也會跳出我之前上課的影片 你可以稍微先預習一下 那另外的話我自己本身有一些創業的經驗 也拿一些獎項 然後目前的話在一些大學 也有教程式設計的課程 像我今天下午 下午其實是在台師大 然後本來想說來這邊的話 如果開車我在想說會擔心這邊不好停車 所以我想說坐捷運 好像坐那個綠線過來就蠻快過來的 只是說好像到這邊還要走一段路 還要走個十分鐘吧 所以來這裡真的增加運動量 所以來這裡真的增加運動量 不過也還好來就做運動 然後呢 其他在像東吳、園智也有開一些類似的課程 然後其他推廣部 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因為人家姻緣際會 然後像東吳也是一樣 最早會開那個課也是因為在網路上看到日 然後問我說能不能開這個課 然後我說OK那就成行 像台師大也是一樣 台師大是我的母校 然後剛好大學現在就推程式設計教 因為大學生畢業之前一定要修過程式設計的學分 現在有規定 而且是叫做必選修 就是如果你沒有選程式設計的學分沒有修過 是不能畢業的 OK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好像開了兩門這個VBA的課 其實還蠻熱門的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對的方向 因為如果大學生畢業之前不會成事的話 其實說真的競爭力會比較弱 OK 所以台師大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們本來就想說要開一個VBA相關課程 但是師師去哪邊找 於是乎 我後來問的那個系主任 他跟我講說 他就在那個YouTube Google上面搜尋 Excel VBA 不知道他怎麼搜尋 Excel VBA老師之類的吧 他就說一下跳出來 怎麼找都找到我的東西 因為上面我在放太多了 所以他一下子就放了一大堆東西 他於是對我很好奇 然後就稍微找一下相關資料 覺得應該可以 就發了mail問我 能不能去那邊開課 我想說好像也行 而且又是自己的母校 於是就成型了 所以現在也開有關VBA的課程 當然我除了教VBA之外 也有教像Python 還有像手機的APP 之類的課程 那也拿了一些獎項 這個我想應該就是 剪上天花 OK 然後我的證照其實也蠻多的 像Python的證照 我也拿了兩張吧 然後像 剛有提到一個叫Power BI的 原廠證照 我有拿 那Power BI其實也蠻厲害的 它也可以畫那個Dashboard 就是那種圖像畫的 但是我覺得它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它在Power BI裡面不能寫程式 它只能夠用Dax 就是類似寫公式而已 可是問題公式你怎麼寫 也不可能寫得像VBA程式這麼複雜 所以它變成說有很大的問題 它沒辦法去處理前置作業的資料 它變成說那怎麼辦 那我乾脆